她是天津调整站 她和她的丈夫呢 16年5月16日在北京 参加了长生学的初中级课程 那个时候她就跟长生学结缘了 回来后 兼职静坐练功给自己调整 并且到调整站做一工 还经常给家人亲戚朋友 做调整 在学习长生学之前呢 她患有了长年年 二十多年 因为经常会因为受凉啊 受累啊 导致饮食不当 导致腹痛发作 非常的痛苦和苦恼 心情很郁闷 有时候严重到腹腔会有肌液渗出 那个时候就得住院 有了腹腔经常伴随着肠镜 腹部CT做了很多次 排除是否有其他的病变 就这样经常忍着疼痛 坚持上班 自从学习了长生学后 针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调整 因为学了长生学 就可以针对性的去调整他 而且夫妻两个同事学 大家一起来调整 你帮我调 我帮你调 我们着准的地方 严重地区那个病 我们一起来调 是吧 这样的话更有针对性 每天起床静坐半小时 然后呢 调整C3加小腹 20分钟后 再把C3的手也放在痛的部位 然后再调一小时 这个大家就知道怎么样调 是吧 每天晚上睡觉前 我就把手放在了C3和腹部 以后你们也同时 如果说是腹部不好的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 也可以睡觉的时候调 老实说了 你睡着了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手放在那里 能量就会到那里 在开始调整的几天里呢 他的腹痛加重 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这是什么 大声点 这是什么情况 对 好转反应 他的肠道排气 就这样 但是还是仍然的坚持 每天的调整 大概四个月以后 他的腹痛症状 才开始消除 所以长生学上面说的 我们要有爱心 第二个是什么 对耐心很重要 没有什么功法 可以一措而就 就是说你上来 一条手一搭就好的 不可能的 好 也就像我一样 肚子痛 那我一条 一分钟两分钟 它马上好 这个是可能 但是像这种长期的 这种病 慢性病 它不可能一放就好了 它要 要有一个坚持的 一个时间 来慢慢地 给大家调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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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